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对手是美国三大洲的中量级拳击冠军 同时也是美国自由搏击的冠军 我们知道武僧一龙曾在2010年来到美国的二十大酒店 哇漂亮漂亮有机会了一龙来了来了来了 对 当时在那场比赛当中美国的菲径队队队长 曾经战胜过这个武僧一龙 但是武僧一龙在2011年 切尔多大小店举行的临层走进美国结战 拉塞维扎斯第三季的比赛里面 用90秒钟KO了哥罗特的师兄弟 新一弟 那么今天他是第三次代表武林方来到了美国拉塞维扎斯 他的对手是约摩皮克斯尔 约摩皮克斯尔曾经两次战胜过美国队队队的队长 哥罗特 我们看到武僧一龙现在外战 他更多的使用这种低操肥 那么我们在赛前啊和这个一龙也进行了这个聊天 问他你今天这场比赛怎么和皮克斯尔打 因为皮克斯尔毕竟两次KO个这个格罗特 一龙说 这个皮克斯尔呢 他的拳法还可以 我想他的这个腿法一般 我要随机应变 以徒招 胜手招 首先选招一种变化 他说 我不管对方 水平如何 不管你是美国的自由搏击冠军也好 不管你是两次KO过 我今天比赛 我要战胜你 见招拆招 他们财阀是 凯瑟皮 我们看到这个皮克斯尔索克 抗击打能力还是很强的 在DG比赛里面 武僧一龙曾经有机会KO这手 但是他现在又 你看没有 已经恢复过来 第一局比赛 武僧一龙曾经在金竞比赛里面 他这个股操腿 在DG给对方 还是有很大的杀伤力 我们想在今天 他应该坚持这个招牌动作 比赛里面 我说我说 他应该坚持这个招牌动作 我说 他应该坚持这个招牌动作 我说 他应该坚持这个招牌动作 我说 我说 进行的武力控制美国决战拉萨文加斯的第四季的一场男子72.5公斤的比赛 是由武僧一龙迎战美国的自由搏击 也是亚拉萨纳州的重量级冠军 呃 约伯 这是苏尔 这个苏尔呢 曾经两次战胜过 曾经KO过武僧一龙的美国特典队队长 博布特 他的打法呢 技术比较全面 呃 你看拳腿 组合都有 现在武僧一龙 啊 这又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一个低级的错误 你怎么能那样让队友打你的 武僧一龙重重的躺下了 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你抗击打能力再强 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再看一下慢动作 两拳 三拳 四拳 五拳 你能抗到三拳 你还能抗到五拳吗 以龙重重的倒下了 但是他又犯出了一个太低级失误的错误 要在对方竞争的时候 你看见阿能再强 要把双手拿起 固住自己的头部 因为下额两步 两侧是最薄弱的防守位置 恰恰让美国的自由搏击冠军 皮克索尔用左右的摆拳 重重的击倒 击住自己的下额 在 nor平过的根界团公团 Quinone In the blue corner Josh Viktor 你向前亭人生平有的 现在我ス怪异逻 这又犯了一个递劲目 是 military 你几个错误 诶 怎么回事 不知道 我都不记得了 诶 怎么回事 诶 怎么回事